什麼 我看了什麼 2022年的台北市選舉 民進黨是有可能會贏的 看不可憐 不可憐 不可能贏的台北市民進黨想贏 有可能輸的台南市民進黨怕輸啊 民進黨很怕輸啊 勝敗論輸贏 就是小英的算盤 2022年的22縣市選舉辦法的提名過程當中 黨主席蔡英文 她手握大權 六都一把抓 什麼意思 也就是六個直轄市 我不知道新竹會不會後來改制變七個 反正直轄市 讓主席來徵召 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這六個要選縣市長的人 簡單這樣說 你們不用來參加比賽了 我小英決定就好了 什麼 我看了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民主機制嗎 他不是叫民主進步黨嗎 你連民主都沒有 我坦白跟大家講 因為要罵的我先罵了 罵完以後我們繼續往下說 一定有人講說這幹嘛 現代武則天 或者講說這個大權在握 違反民主機制 不用我罵 民進黨的政國會都已經翻臉了 政國會呢 他找了15個縣市長 就是以前當過縣市長的民進黨的這些 從政同志們 大家去連署說我們要民主機制 沒有什麼總統決定 黨主席決定的啦 我們就初選嘛 為什麼不能初選 來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蔡英文總統他現在是第二任的總統對不對 那他第一任跟第二任中間的時候 有沒有人挑戰他 有啊 這是我的好朋友清店啦 對不對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也一樣挑戰總統啊 好好好 總統都可以初選 總統都沒有連任優先了 你縣市長憑什麼不讓人家初選 來我就問一句嘛 憑什麼不讓人家初選 今天在六都這麼重要的直轄市 居然已經不用初選了 主席決定了 你說這民主進步黨還叫民主進步嗎 各位網友不要激動 罵的工作交給別人就好了 好 唯磅觀點 我不 我就不罵了啦 如果你不敢罵蔡總統 有我剛剛已經罵過了 再講一次 現代五折天 實在是太獨裁了 是啊 是獨裁 可是唯磅觀點要跟別的節目不一樣 就是我至少讓你看懂為什麼嘛 對不對 為什麼嘛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要做這個事情 還有他已經沒有第三任的總統了 那他現在幹嘛 幹嘛留下個罵名 注意聽喔 政國會是權力反對的 黨內不是沒有人反對 可是他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答案很簡單 因為他想要 止亂求勝 什麼意思 先說啦 六都當中 我直接跟你分成三個組 台南高雄期基本上 對民進黨是毫無懸念組 那台中跟新北呢 也是毫無懸念組 怎麼兩個毫無懸念就分開講 因為一個是毫無懸念不會贏 一個是毫無懸念不會輸啦 台南高雄民進黨2022 想輸很難 然後新北台中有侯友宇跟盧秀元把關 他們是現任的縣市長 而且民意支持都不錯 民進黨想贏很難 我這樣講沒什麼道理 但是關鍵就在台原跟台北 台北市柯文哲已經不能連任了 所以台北市的狀況呢 它相對的出現非常的複雜 那我先跟大家講 我話講在前頭 因為今天是2021年的11月4號 不要等到2022年的11月 要選一年以後在那邊講 我不要這個馬後再放炮 先告訴你這一次的台北市的狀況 民進黨是有可能贏的 對我再講一次 2022年的台北市選舉 民進黨是有可能會贏的 你沒有聽錯 怎麼可能 民進黨台北市要贏個挖哥 來我告訴大家 上一次的選舉 台北市長柯文哲 姚文哲跟這個丁守中 其實柯文哲只贏了丁守中3000多票 如果不是柯文哲 他最後把姚文哲的票都拉過來了 即使姚文哲能覺得 姚文哲沒有那麼強吧 柯文哲都被姚文哲分走了 這個二十幾萬票 所以如果你把票再灌回來看的話 民進黨絕對有可能贏 沒有啊 那既然你說啥卡都民進黨輸 對啊 可是下一次的選舉 變成黃珊珊啦 不是柯文哲啦 黃珊珊有柯文哲的吸票能力嗎 第一個問號 第一個黃珊珊可以拉到柯文哲 他原本的綠營的票嗎 這第二個問號 第三個問號就是 當民進黨派出人 如果比上一次的姚文哲更強的時候 那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 那就會變成是 當民眾黨派出黃珊珊 柯文哲全力力挺 柯文哲是八年的市長 柯文哲要求柯粉投給黃珊珊 而黃珊的票數呢 達到了10%到15%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民進黨就可能贏了 看到這裡突然關掉電腦對不對 好可憐 好可憐 你不要以為蔡英文總統在亂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明知會被罵 為什麼還要做 因為他要止亂求勝 止亂的部分 來我剛剛說了 台南跟高雄對民進黨而言 基本上是毫無懸念的 那我可能輸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不可能贏的台北市民進黨想贏 不可能輸的台南市民進黨怕輸啊 民進黨很怕輸啊 為什麼 因為黃偉哲 最近有一個對他不利的傳言 是蠢蠢欲動 那沒有人抱 違憾也就不講 那那個傳言對黃偉哲來會有重傷 而且那傳言很可能 由他的同志自己來說 那這件事情 蔡英文總統他身為黨主席 他覺得他必須要把這個亂給止住 不要一個亂啊 那種事情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去講說誰是要罵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明明陳廷飛 政國會的 我剛剛講 所以政國會抗議 他有機會 賴清德都可以跟蔡總統黨內出選 為什麼我不行 跟黃偉哲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陳廷飛當然可以 這個我們把話講清楚 陳廷飛立委 他當然可以挑戰黃偉哲 因為他挑戰了我出選 我不一定贏嗎 難道我連出選都不行嗎 我們現在民主國家我們變獨裁 當然可以 那就是因為可以 可是一旦選下去會 刀招劍 老會老底 所以蔡總統覺得不妙 所以他要止亂 他直接宣布了 但是我要講他有個控法 就是總統未來這六都直壓制 他徵召之後 還要中職會決定 可是現在總統黨政軍一把裝 你說最後 政國會喊一喊 沒有辦法 也還是得妥協 所以等於就斷了陳廷飛 挑戰黃偉哲的這個路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已經是徵召了 所以你不用初選沒有初選這回事 對啦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蔡英文說不定徵召 陳廷飛 那黃偉哲說我怎麼沒了 不管 反正總統徵召 所以我說止亂 他要把台南這個亂決先止住 不給初選了 由他來徵召 徵召之後中職會還是會開會 然後最後如果都同意才提名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高雄就不用講了 雖然大家講陳中城 我早跟大家說過 對陳其邁基本上根本無傷 所以如果他現在把這個提名辦法拉回來以後 台南就不會出現陳提菲跟黃偉哲的內鬥 或者是想內部競爭 然後台南跟高雄2022年在民進黨的算盤裡面就穩住了 可是台中跟新北其實基本上不知道誰要選 總統把這個提名徵召的這個權力拉回來以後 他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是他可以練兵 第二個他可以做Sakura 他可以把那個提名權交給他在黨內想要交好的對象 比如說他如果想要跟某某某某艙某某電火球交好的話 或許提名人會跟他有關 或許我們在靜觀其變 那台中的部分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看起來沒有人想要出戰盧秀燕 他的民意支持度還蠻高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由他來徵召 然後來訓練下一次 然後或許說蔡其昌沒有要選 可是總統徵召我了 那我就勉為其難 因為總統徵召嘛 所以選了以後選輸繼續當立委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如果是蔡其昌說我要去戰盧秀燕 結果戰輸人你要負責 而且立委你要請辭 但如果是黨徵召 立委就不會請辭 我現在講得過清楚了吧 每一個先生都講給你聽 再來是桃園 最最重要就是桃園 桃園是蔡總統的心肝寶貝 鄭文燦 真的啦 每次我這樣講都有人往我這邊笑 蔡總統看到鄭文燦是秀名的 蔡總統看到賴清德是說你好你好 你知道嗎 因為賴清德背一次 他以前選總統他不高興 所以蔡總統的算盤就是 一定要讓鄭文燦能夠選2024 你不要懷疑 所以很可能他要讓他當行政院長 這跟遭遇上有關 還有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桃園不能輸 如果桃園被鄭文燦當了8年之後 居然輸掉 輸掉呢 你執政8年又撞人了 執政這麼差 還想要選總統 回去睡 所以桃園不能輸 所以桃園 蔡總統一直想要派一個很強的人去 可是搞不定怎麼辦 我來徵召 第二個 台北市 你以為他放棄了 沒有 我就講嘛 只要民眾黨 可是民眾黨 我也跳題講一下 民眾黨不可能放棄 什麼藍白核 我上次都跟大家講 藍白必須核 可是藍白核不是說 民眾黨就通通放給你 因為他是第一次 要參加這個縣市長跟議員的選舉 民眾黨身為一個小黨 當然他現在民調 有個民調已經超過國民黨了 他不可能放棄的 他一定要撐下去 所以柯文哲在台北市 再怎麼樣他都經營8年 所以要挺出十幾%的支持 我真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但是只要黃山山支度越高的時候 蔣萬安 他的這個怎麼樣 比較溫和的這個形象 在台北市是很吃香的 可是因為國民黨的基本 一直在縮小的關係 所以很可能黃山山越強 蔣萬安就可能漏選 而民進黨的那個人就會當選了 所以他是一個保三望四之計 也就是他要保住三席 桃園台南高雄望四 不用懷疑 新北跟台中不可能 就是台北 所以如果最後 如果最後這個所謂的六都一把抓 小英這個獨斷獨行的這個蠻橫之計 讓他選上四個直轄市 我告訴你明年的這個時候沒有人會說他錯了 選贏了嘛 所以叫做勝敗論輸贏 六都一把抓勝敗論輸贏 你所看到的小英已經不是你認識的小英 那個改變就從2019年開始 記不記得2018年大敗15個縣市 四大台獨大佬看報紙 好了啦 你不要選了 當時壓力多大 壓力大成那樣 請這些大佬到總統官邸來做客疏通 還沒用 當場打臉 你不要算 貴賓專導會的時候清廷出來被刺 說他也要參選總統有沒有 觀眾朋友記得了吧 2019年3月有沒有 結果各項民調都賴清德贏 小英使出了 不是時空環境不同之數 使出了時間暫停之數 原本3月提名4月初選的民進黨2019年 這次回去翻那個歷史 你去看一下 他把它拖到6月了 一個月變3個月 多出那兩個月 最後蔡英文 他的初選贏過賴清德了 哎呀拉薩波啦 有沒有很多人批評 現在很多人批評要6都對不對 結果呢 結果蔡英文贏了初選 少了賴清德 搭檔之後 跟韓國瑜選 拿了817萬票啊 大贏啦 從來沒有人贏過 所以沒有人談我剛講那段對不對 忘記了 為什麼 因為政治就這麼現實 勝敗論輸贏 現在小英是6都一把抓 被罵 可是明年如果做到我剛剛所講的 保住三個直轄市 甚至搶下台北市的話 那麼小英會變成民進黨的英雄 這就是小英的算盤 今天講清楚 讓你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